请问你为什么要冒充别人身份 我没有冒充别人身份 请问你是谁 立委助理好生气 因为有两位民众竟然冒充身份 进入立法院 在国民党立委办公室前放菊花 还附上我要求点名投票的纸张 为什么你给警察进来的时候 是拿的记者证 然后到会议头会台的时候 是说你是公报处 然后进我们办公室又说你是私人的 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民众说辞反复也让立院助理好紧张 原本有管制的国会殿堂 这回竟然冒充身份就能进出 尤其24号要再上演国会改革法案表决大战 如果今天潜入立法院的不肖人士 放的不是菊花 而是其他危险物品 对国民党委员造成潜在威胁 民进党应该要呼吁支持者保持理性 避免做出过激的犯罪行为 就担心立委们人身安全有疑虑 立院国民党团23号发最速建函给内政部警政署 希望从即日起到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之前 提供兰英党团52名立委随护援警保护 对此内政部警政署回应 目前将逐一询问每个委员的需求 如果需要的话就会在24号到28号派人保护 面对民团持续号召24号包围立法院 也成为朝野工坊焦点 东西学院政中心综合报道 对此内政部警政中心统合广